林志玲婚礼五套绝美礼服 最先曝光的一套是由台湾设计师品牌下资打造的粉色中式送客服 刺绣设计保留传统元素的美 是林志玲喜欢的品牌 还有第一套白纱 是由老公代言品牌的设计师特地量身打造 不过传出林志玲在6月登记结婚消息曝光后 就有知名品牌找上她 传出有超过10个品牌 最后选出这这五家礼服出现 每一套精心设计都令人惊艳 林志玲一身黑白格纹洋装 头戴白色黑网状礼帽 手上捧着Ekira在婚后派对上 送给她的99朵粉色玫瑰 大高铁北上 Ekira一路紧牵爱妻 呵护至极 回顾婚礼上绝美婚纱最吸睛 蕾斯设计 上头千万颗珍珠点缀 林志玲这套白纱 因为老公Ekira是品牌代言人 特别破例为两人定制礼服 亮片和水晶层层堆叠 搭配着蕾斯布纹 特殊带子绣工法 更有多子吉祥祝福意涵 这套旗袍是中西结合设计礼服 不但是台湾品牌 也是志玲姐姐爱牌 品牌总监陈诗秦 刺绣整件面积非常大 也是前所未见 之前都没有这样去做过 其实她相当的费工 她至少花了1300多个小时 这套礼服花费四个多月的时间打造 来回和林志玲讨论 志玲姐姐和老公Ekira 在时尚界都占有一席之地 两人自6月登记结婚 传出就有不少友好品牌 包括知名美妆代言 时尚周走秀 精品等等 超过一十几个品牌 想谈婚纱合作 一席身V香槟粉礼服现身 肩部羽毛设计以及多层次捧纱 这套礼服入选也是因为林志玲 有多次婚纱代言 五套绝美礼服 不管是深V性感还是派对短裙 每套礼服都让人惊艳